好 老師好 還有超馬家人 下午好 好 很開心今天又到了我們的 新竹圓滿人生基因會 我们第二跟第四周的礼拜天 在这边举行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爱的盛会 所以今天有新朋友等一下请他们自我介绍 那在我们要导读超级生命立马之前 我们要请爱慈来帮我们介绍 超级生命立马这本书 是怎样的一本书 还有导师的简介 好 老师 各位在场的各位家的朋友 校伍好 好 对 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作者他自幼非常喜欢宗教的真理 所以14岁开始就涉及了 佛 道 儒 耶 密 教等等 2005年遇到了我们的恩斯福恩的居之后 使他的灵性有了更突破的要劲 因为天地的灵感 导师将重要的两个密码 爱与感恩 写入了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问世 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奢起宇宙的能量 改变生命的地图 承载光的祝福 开启生命的奇迹 这是我们待会要读的 另外一本我们等一下要读的 幸福跟着来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这本在讲说 只要你愿意接受宇宙天地的祝福 因你自身的智慧的提升及逻辑的开通 世界上再困难的男士都可以获得解决 捕着幸福跟着来不再是梦想 然后最后呢我跟大家提一下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老师在超级生命密码 而序的部分讲的一段话 跟大家一起勉励 老师这边提到说 任何事情的真理只有一个 绝不会对错残疤 如果你每天都需要阳光 那你就有权利享受 书中每段的字句 为你带来的提升与能量 毕竟大自然之下 人人平等 因为在自然中获取能量 是比较没有压力的 我不希望你又被某种的框框所拦 实在可惜 过去的种种就让它随风而去 把握住此刻意义绝非持生而易 诚心一致必定是被公办 这一切的努力与付出 对你如果有些许的帮助 都是因为爱 愿你珍惜 谢谢 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新朋友 我们新朋友可以举手一下吗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让大家认识你 好来 那我们来前面好了 让大家看看你 对 简单自我介绍 然后你是什么 怎么拿到这本书的 为什么想要 来读书会 各位大家午安 因为今天在十八间三 喝咖啡欣赏音乐的当下 就遇到那个素质 然后过来推荐我一本书 他说要送我一本书 超级密码 那我觉得密码好像生命密码在之前有接触过这本书 那我对但是不是超级是我记得好像是生命密码 讲的好像是什么 等灵数数字的部分 那你这一辈子欠缺是什么 往那个方向去追求 类似这样子的一本书 那很久以前看了 那我搞混了 他说这个不太一样 你可以中午过来看看 那所以就这个机会我就到这边 因为以前在公司也参加过公司办的很多的读书会 然后就是也收获很多 然后透过每个人的分享 或者是说不同书本的读书获得不同的内容 那所以觉得读书会很棒 过来看看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我姓黄 我叫淑儒 黄淑儒 欢迎你 谢谢 他刚才说的那个生命密码 其实差两只就差很多 有接触到生命密码的 他就知道他是一个数字的一个 算灵数的一个 其实有时候数字有时候 他就是会变动 所以我觉得差两只差很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生的一个场景 i know you've had seen 大家好 我叫Yi3 我自时来是我一个朋友 金平洪 应该是说我本身爱看书 那我的朋友 他好像上個禮拜有來 賣素食的 哦 那他 我常去買素食嘛 然後他桌上一本書 他又一直急於跟我分享 我這本書多少多少 因為我本身就愛看書嘛 我說是了是了 我當然來得不去 因為我就愛看書嘛 我就聽到分享 我就很開心 結果他說 哇 這很好啊 真的真的一定要 然後他就送我 捷員我一本嘛 然後我就還沒看 那本來我就愛收集書嘛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欸 這支到底什麼書 他這麼興奮嘛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欸 你去 我說那我還要跟進階版要去哪裡 他就說天宮壇有啊 那我就馬上殺回去天宮壇 就把他找了找 找了這樣子 找了只有千年之約嘛 然後我想說沒有 然後後來我又再去素食店買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 我有去喔 很棒喔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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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欸 什麼一些分享的見證 然後我更心動 因為我覺得人喔 活著就是要一個信仰的寄託 宗教信仰寄託 因為爺爺壯壯人生嘛 你一天過一天 不是之後垃死水來這兒 要找到真地嘛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直在尋覓嘛 然後後來我想 欸 那如果藉了機會能找到 那真的是多麼棒一件事 所以我就今天來到 那因為是我的朋友 徐靖東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這我分享什麼 他都信 他就來了 他也迷迷糊糊 所以剛剛他也沒唱歌 因為他 他想說在幹嘛 他也投入神 所以我就跟他說 好不好唱了就很亮啊 就唱吧 對啦 所以說很高興來這兒跟大家結緣 謝謝 我要補充一下喔 其實就是簡單相信你來 然後就做就 然後聽 然後聽著聽著 你就感覺不一樣了 就像剛才他講的能量就起來了 好 歡迎 我講一下喔 超級生命嘛 這本書是沒有宗教的 就像我剛剛老師在 沒關係 因為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我一開始 老師在續提到的說 太陽 太陽的能量 像我們每天看到太陽會感覺什麼 能量很好 心情很愉快 這是正常 每個人都需要 所以這是我們日常中手需要的愛與感恩 兩個密碼 是必須的 所以他不是任何宗教 恩 謝謝 來 大哥請 謝謝 我叫徐慶忠 我是那個藝山的好朋友 那也是因為他介紹我來的 剛才已經有說過了 那在他介紹我之前 我就先 我是先拿到這一份資料 那我是在幾天前的時候 沒有在桃園活動 然後 我就是 剛好就是在一個路口的地方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小姐 她在發這個 然後我本身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就稍微看了一些 因為她有一個箱子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她就過來拿這個鐵紋 然後我覺得她的感覺就是說 她非常的慈善 然後我就對她的印象也滿深刻 我是覺得說有一個原本 就是剛好第二天的時候 就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拿這份 就是拿兩本書要這個鐵紋 然後我就說 這個我 就是昨天有看到這一份 然後就特別去注意說 這個東西 超級生命密碼 我覺得這個還滿不錯的 然後就跟我說 那我們就 那我就今天這個活動 我們就來看看這樣子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緣經驗 就是來到這邊可以搭接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 因為我本身看了一下 我沒有仔細看 可是大概看了一下 我覺得說這個 她是滿正面的 就是給我們一些正能量的東西 那我的朋友她也是不斷的給我一些正能量 所以我是滿欣賞她的 那我想說 這個東西就是 應該是滿不錯的 所以我今天就來這裡看看 謝謝 歡迎 兩位 兩位好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好 我叫李銀嬌 木子李 英雄的銀嬌美的嬌 李銀嬌 好 因為我今天去十八千三 那剛好有小姐在花 那我會來是因為 當然我也是有點 對讀書會有點興趣 那另外一方面 我是住在這附近 所以說好吧 那就來聽聽看 看看 應該會對自己的人生有點加分吧 就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這個是 還有一位 老師 然後各位 然後各位 應該算是同學 同學 對對對 宣修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是美玲 嗨 美玲 對對對 對 我們的經緣 其實 因為我常去走十八千三 常常看到在發這個書 對 這個團體在發現在蠻深耕的 我覺得 對 那有一次 就 心中 有一個很大的問號的時候 走著走著 就跟這個 秀美的同學 好 然後就做了一個很小小的一個 結緣的緣分 對 對 那 為什麼會來 其實因為我自己現在面臨一個人生很大的一個轉折點 對 那 所以我心中 腦中 時時刻刻都有很多的問號 對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問號 那 尤其是在一個轉折的時候 就像你到了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 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前進還是要右轉還是要左轉 但是你知道你不可能 不可能倒帶 對 人生不可能倒帶 對 所以呢 我就回家也有看了一下 那一天還特別 就先送了我超級生命密碼的這一本書 對 然後還有千年之約 對 那我就先看超級生命密碼 但是 不好意思 也沒有很用功 就是有空的時候 翻一下翻一下翻一下這樣子 那 那當裡面有很多很正面的一個能量 可以讓你在閱讀的時候 得到一些心靈上的一些力量跟加持 讓自己可以擴盪下來 對 但是我想人生這麼長 還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是需要我們一起在公修中 再去從大家的這個能量分享裡面來 一起獲得的 所以 所以我今天 特地叫我老公跳過來 對 對 希望說 今天這個機會也是 跟大家借一個圓 然後也希望說 其實我是期許 我自己可以在這裡面找到 我自己想要真正的一個答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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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每個人 其實 有時候真的是也會很奇妙 我前日才跟秀梅聊到說 她有建議為十八尖三的一個家人 然後不知道她一直邀約她 那什麼時候會來到我們的經營會 所以今天終於等到你了 其實我們這邊 跟剛才她講得很好 我們其實我們生命就是不斷的往前行 我們真的沒有可以 沒有退路了 那老師也說 其實我們 就在這邊 超醫生密密碼 其實人生就是一個賭 你賭對了 你的方向對了 他就是一個勝利者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 你也很恭喜你 能夠遇到這本書 那這本書 老師說是有福氣的人才會獲得 然後就要好好去珍惜 然後你去看裡面的自製居居去品味 你在這本書裡面 在你生活當中做一個反思 做一個你未來人生暴露的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工具書 所以說真的很歡迎你 也很祝福你能夠再跟我們一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讀書會經營會 然後一起共生天地愛的能量 好 祝福你 好 好 還有沒有新的家人 這一位是那個主義的爸爸嗎 有養子嗎 沒有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 超級生命密碼 這本書的第八章 好 請翻到我們如果第二版的話 是 是 114 然後第三版的 是112的 有翻到嗎 第八章 從教堂 彈幸福 婚姻密碼 有沒有翻到 好 好 那我們請 我們最帥的 倦國大哥 念三段 好 導師 兩位主持人 各位 家人好 翻到112 從各地 內心深處 好像都是一件 不得了的大事 但是 源頭其實是一些 簡單 芝麻 蒜皮的小事 這些簡單的小事 如果沒有處理得大 一段 一段十日後 累積了不好的負能量 久而久之 這個負能量場 就會在兩者的 日常生活中 影響越來越深 而兩人的關係 一旦沒有辦法承受 這裡面的各種影響時 就會出現 家庭分裂的問題 我先舉一個實例 有一位女士 經由朋友的介紹 給我打了三次電話 問了其中的蹊蹺以後 才決定來我這裡 詢問她 心中一個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 重要問題 這位女士的先生 是美國一所大醫院的醫師 她們年紀大概都是五六十歲左右 在我們剛開始交談時 她總是說一些 無關緊要的題外話 繞來繞去的 最後我終耐不住地問她 我們今天 今天我們會面 你想要請假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 於是 她才很 勉腆地細說了 真正來求教的原因 她和她先生的婚姻 在過去三個月裡 突然發生了非常不好的轉變 過去她們幾十年的婚姻 都是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都是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度過的 但她說 在這過去的三個月裡 她先生的脾氣變得非常暴躁 而且言行談吐之間 總是有點怪異 後來她才發現 她先生再不用威爾綱這類的藥物 起初她沒有辦法接受 她先生不用這個藥物的事實 因為她認為她心中的另一半 怎麼想也不會需要的 而且她們在那三個月裡 意見 經常意見不合 無緣無故地就爭吵起來 她細細地思量過去這段時間裡 究竟為什麼無緣無故就鬧得不愉快 每次好像都和另一半在房市上有許多爭執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 她和她先生也曾經一起 找過兩三位心理輔導醫師 來分析他們之間的問題 也用過其中的建議方案 但是都沒有成效 她先生無論是什麼時候 只要一有機會 就希望和她發生親密關係 起初她還會全力配合 但是後來她向她先生坦誠 自己在更年起之後 信誓方面的需求已經沒有那麼強烈了 而她先生還是在這方面煩擾著她 感謝建國大哥的導讀 那我們請建國大哥分享一下 導師 兩位主持人各位家人大家好 好 其實幾天前子涵在交代我要導讀這一篇的時候 我們夫妻就討論過了 這一篇其實很難導讀 真的是很難其實一個問題 在臨為壽命以後 其實我在我們群組裡面 在我們那個一些 我們讀書會的群組裡面 發現看到一篇文章 我就立刻給我們慧君看 最後一段寫說 他是討論夫妻間的問題 他最後一段寫說 我先生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大的負能量 我就給慧君看說 這個家人真的寫耶 然後慧君說 這個怎麼會這樣 其實老師有講過 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門 這個其實夫妻 這個緣分已經天定 這邊有我們很多前輩 我們算中古了 那個更多老前輩應該都知道 那些夫妻很奇妙 各位想想看 那麼多人中間你就會挑他 做你的先生 做你的太太 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你一輩子認識那麼多人 那怎麼會在那個時間點 就跟他看對眼 跟他結婚 是不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其實國教 有講過 其實會成為一家人是不簡單 他說有四個因素 是過來討債的 不然就來還債的 不然就是來報恩的 就是來報仇的 所以這個言論一定是天定的 不然你遇到那個對象 是來跟你討債的 所以說各位有時候看到那個很多社會新聞 有些家暴案件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那個女孩子為什麼被他先生打得要死要活 就是不分開 在那邊閃閃的嘛 還還債的嘛 所以這個有時候 剛剛 子涵有講 其實老師有叫我們去看這個 蔡米旭老師的地質規 蔡米旭老師也有講過 其實人生就不斷的選擇 不斷的選擇 摺偶也是個選擇 你要選擇哪一個修道的方向也是個選擇 選擇就是類似一個賭嘛 選了也有看對了就賭下去嘛 對不對 就說他下去了嘛對不對 不是說他這麼行 對不對 可是我們其實我們發現說很多 婚姻為什麼不這麼理想 其實是長輩有時候是交錯 小天子不要這麼笑吧 其實真的長輩交錯 各位有結婚的跟我想一想 你爸爸媽媽是不是都 那個嫁過去的時候 那個一進門 那個衣服要蓋在什麼 那個誰的衣服上面 那個鞋子要壓在對方的上面 對方每個父母都一樣 是不是我們這個前輩對不對 這個每個父母都告訴他 你的子女兒子說要壓過對方 女兒也跟他講說你要壓過對方 所以是一直真輪不休 不過我們從來沒有交過你說 要禮讓對方 這個其實有時候我們想一下 其實如果說交錯了 這個一定會引起 後面的很不良的後果 我們結婚的時候 會對方白頭偕老 絕對不會說祝他 早早離婚嘛對不對 是不是 要白頭偕老就要互相忍耐 要互相讓 這個書上老師有寫很多事情 經濟問題 子女的教養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都要忍耐 你讓我一點 我讓一點其實就過了 其實我們夫妻倆 一輩子 到現在二十幾年 其實也是 跟大家一樣 沒有那個說一帆風順 都是草草鬧鬧 對不對 大家都一樣 都草草鬧鬧 一定的 那個我們有一句俗語就是 床頭草床尾河 就是一直在磨合 事實上南方跟米方是不同家族 有不同的習慣 有不同的觀念 其實兩個家族在磨合中間 就是兩個人在磨合 蔡呂旭老師有講過五輪 對不對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其實其中三輪就是 是關於家庭 所以蔡呂旭老師在地址規裡面有講 夫婦如果做得好 父子一定做得好 長幼都做得好 然後再間接的會影響到君臣跟朋友之間的關係 所以夫婦的關係很緊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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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一路上的磨合 都 還是仰賴這個我們慧娟一直在 忍耐或狂 我比較不踩 他要求的比較高 把我要求要成勝成仙 可是一直不踩 做不到那些 我們還是要一直做 還是要一直做 雖然他要求很高 可是我們還是要做 不過我在這邊跟你分享 跟各位分享一件事 這是在我們 兒子女兒上 學來的 其實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會講說 為你好 有一天 有一天就好像 兒子女兒就好像不高興 你真的為他好 他真的是 這樣會比較 對他比較好 夫妻也是一樣 你覺得說 為你好你要這樣做 他會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就像老師講這對夫妻 其實 先生應該是為了太太好 才會去不用為了幹嘛 對不對 可是他有沒有去問說 太太 你需要這個東西嗎 結果 老師問到最後 這個太太說他不需要 可是他覺得說這樣他比較好 甚至後面可能會導讀說 他們最後 可能會談到 要把離婚放在口邊去嗆 其實 其實這個 我個人覺得啦 觀念對 你的方法 就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觀念不對方法 就不對了 你的努力一定會去白費 一定會努力白費 這個就剛剛後面一下 有時候其實 夫妻找家會 口不擇眼 我們是覺得說 有些是能說不能做 有些能做不能說 如果 比較不會說話 像我們這個比較 寡言的 其實說話 就少說就好了 任勞任怨 這樣就好了 其實 就跟老師講的 一直在要求我們 夫妻之間 其實應該營造 慢慢去想說 老婆要什麼 就盡量說 他想要什麼 我們就配合什麼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像 慧君想說 明年想去拉斯維加斯 我就要配合他去就對了 所以這個 這個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 是他高興就好的問題 以上跟各位報告一下 台灣人要冷暖一點 謝謝各位 好 感謝建博大哥 說得好好 好想繼續再聽 其實在一路走來 我看到他們的夫妻的相處 我都覺得建博大哥 他是一個非常nice 然後非常體貼的 我覺得 慧君真的找到一個很好的共同 因為他每次來他就說 他是疏童 陪伴的疏童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 羨慕死了 所以我覺得說有時候真的 我還是覺得夫妻之間 就是在於能量要平衡 你的相處才會融洽 當你能量真的不平衡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的爭執 那也要有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方向 然後你才會去做一個 有一個交流 這個很重要 還有很重要就是要溝通 所以我還是覺得是能量的問題 當你我們一直提升的時候 如果一方他不想提升 你一直在拉 其實他就是一直往下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 在這個夫妻相處 我們有時候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 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很感恩敬國大哥 因為從我看到這一章的時候 其實我腦海就是思索 就是他們兩個要分享 所以說他們也很開心的來接招 然後也講得非常好 所以很感恩敬國大哥跟會堅姐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導讀 第四、第五、第六 老師 兩位主持人都會教你大家好 那個第四段 到最後 他的脾氣也變差了 覺得這是一件很煩惱的事情 他說兩個人有時候不愉快 發生了口角 甚至還會將離婚掛在嘴上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幾十年的夫妻關係 就在這幾個月裡 從輕微的隔閡 變成了嚴重的家庭問題 當我在傾聽他問題的同時 我感覺到他先生 在夫妻生活上 似乎有著常態的不滿足現象 於是我更詳盡地了解了 他們問題其中的細節 最後發現 真正的問題核心 是出在這位女士 和先生行方的過程 在最後高潮段落中 教船的品質不如從前 而且他的另一半 希望他在最後 可以對他說一句我愛你時 這位女士講得過於敷衍 對方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子的情境和聲音 所帶出的信號 得到真正的滿足感 因此一而再再而三 非常頻繁地向這位女士求愛 所以關係的不和諧 家庭和婚姻的危機 就從這其中開始產生 當我剖析了這個問題的癥結點 並且將解決之道 該主義的事項 以及萬無一失的種種準備 都向他解說了一次之後 他非常認同我的這項說法 於是我對他說 現今你所面臨的 實際切身問題 就只是看你自己 是否真心地希望解決 而且事情的問題本來很小 會導致他越來越嚴重 到最後先生會吃薇而鋼 都因為他覺得無法和你在親密生活中 得到應有的滿足感 所以他才以自己是一位專業醫生的角度上 藉由藥物達到他希望可以補強的事情 最後我鼓勵這位女士 這件事雖然在他看起來是一件非常棘手 難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在我看來是很快可以雨過天晴的 只要有心而且真的願意解決問題 我並約他一個禮拜後 再來進行一次這件事情 這件問題的掃描 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是他沒有注意或還沒解決的 一個禮拜過去了 當我和這位女士再次會面時 我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在一個禮拜前 他臉上的那副憔悴 疲憊無奈等 種種表情已經消失不見了 換來的是不時開朗的微笑 還有老神在在地 肯定的當初我給他的所有建議 他還對我說 他真的沒有想到 只要專注於問題的核心點 並且用對的方法 夫妻之間的感情和關係問題 就會立刻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解決 使過去三個月來 出現的所有問題 立刻一掃而空 因而過著比以前還要更和諧融洽 甜蜜的生活 驚險裡逃過一次婚姻危機 好感恩 首先一掃 後一掃然後一掃 後一掃來分享 導師好 兩位主持人各位家人大家好 好 真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今天要叫我們分享 因為我也沒有很注意看到這個章節 其實在講夫妻幸福之道 所以我就答應了那個指寒 等我要大概要看一下 哇我想說糟糕 怎麼會答應這個章節 因為我覺得這個功課在自己的人身上面 都還在學習 而且我的GPS也常常都會歪掉 所以都常常在調審當中 所以很不好意思 如果分享的不好的地方 再請大家見諒 剛剛我先生在分享的一些部分 其實我們家 其實因為我們兩個夫妻 我先生真的是很好 只是以前還沒有遇到超馬之前 其實自己是一個個性很急躁 而且其實我覺得我都常欺負他 就是很多就是急性子的人 就是常常在一些 一些事物的要求上 都特別的那種急躁 然後就常常就很不合理的要求 其實兩個都有在上班 其實應該要更體會他一下 但是我常常就是會覺得 我好像比較 我比較辛苦我比較累 我常常要忙小孩子的事情 所以對他會 就是常常都會有一些 比較過分的要求 我也常在心房裡面 會對他懺悔 因為他我先生 我覺得真的是 他們講的 因為我覺得我是很幸福的 因為很少有人這樣 先生會跟著一起來 走這種修道的路 修道不是說 什麼宗教要頓路 什麼一些宗教派別 不是 只是一起學習 然後一起人生道路上一起學習 怎麼改變 那我先生是 我覺得我是 覺得也是很幸運找到這樣的伴侶 然後他會一直陪我 我之前在台北上班的時候 我剛 我因為接觸到那個人家送給我的千年之約 然後我看了之後 我就非常非常的想要去讀超級生命密碼這一本書 那從書局買了之後 把它整個看完之後 我一直在尋求這個 一些這樣子的一個讀書會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子函跟艾茨他們的時候 我那時候上班到六點多 我都跟我先生約好 就說我們一起去那個天原文化 就是那時候在台北的教室 我們兩個都從那邊開始聽 然後每天聽到很晚 然後再追那個最後一班的高鐵 雖然很疲憊 但是那個是精神上面的一種很富足感 所以在唱那個富有的這首歌的時候 就會很有心有戚戚焉 我們就很多個夜晚 然後在那邊拼火 拼火車拼那個高鐵要回新竹 那其實非常非常感恩天地 然後非常真的很感恩那個太陽聖德導師 老師寫了這麼多的著作 然後讓我們去學習改變人生很多的一些 做不好的地方 我這邊分享一下 因為今天講的是夫妻相處之道 我從事的是公職工作 我有二十幾年的工作經驗 那特別有五年 五年的這個在職場上 我負責的都是婦幼的這一塊業務 特別五年裡面 在婦女這個議題婦幼 婦女跟兒童我有三年 再有三年多的時間 都在處理這個我們整個新竹市的家庭暴力防治的這一塊 其實在家暴這個領域 以前過去看到的個案 很多很多 我以前沒有修習這個超級生命密碼 其實不知道這個是能量場的問題 那很多的那個case 其實家暴的很多的案源裡面 一半以上都是婚姻出了問題 都是夫妻的感情 男女朋友或是說家屬之間 特別是家暴問題裡面 還有一塊很嚴重的就是 我們在食物在以前處理上面 目睹暴力兒童這一塊 孩子看到父母親的家暴 家暴其實不是只有肢體的衝突 那個言語的衝突 它是一種隱形的暴力 言語的暴力其實有時候比那個肢體的暴力 有時候來的傷害性是比歷刃割傷的還嚴重 那老師在那個德香女人花裡面 因為我為了要導讀這一段 其實德香女人花我看過一次 我又這兩天把它看了一次 其實很多那個家庭婚姻的問題 其實老師寫的這本德香女人花 全部都有答案耶 其實因為我要導讀 所以我又很用心的把它看了一遍 其實真的很多問題 都是在裡面可以得到一些 我們的生活境的一個解答 以前我在處理或是說 受理一些案件的一些過程當中 看到的很多婚姻中或家庭裡面的一些暴力事件 很多都是因為了金錢 關係為了教養問題 家屬之間的相處問題 婆媳的關係 或是男女的感情 外遇的問題等等 衍生的這些暴力 然後會產生一些傷害 傷害親人 傷害家屬 甚至有一些更不好的一些結果 我們看最近的台灣社會 我們只要107年這一年以來 已經太多這種很恐怖 而且是非常的不可思議的一種 殘殺這種生命的過程 這種都是那種負能量場 那個能量場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突然間一個人像變野獸一樣 會做一些你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覺得 以前因緣沒有具足 所以那時候在公職生涯裡面出於這一塊 沒有這樣子的能量可以去幫助那些 有一些在這種破稅家庭 或是在婚姻裡面 這些黑暗角落裡面的婦女 或是說朋友們 以前我們只是例行性在公布門 照法令怎麼樣去受理完之後 怎麼樣幫他們到設政單位去 去尋求一個政府的支柱 或是說怎麼樣幫他們申請保護令等等等等 可是後續呢保護令那張狀子拿到之後呢 暴力問題就解決了嗎 受暴的婦女她還是在那邊鑽牛腳尖 那她每天還是在哀怨的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在循環 一直都很不好 那以前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是例行性啊 這樣就好 那或許社工單位啊 設政單位 他們也是只能給他們一些政府在福利上面 在法律扶持的這個部分 給他們一些幫助 但是真正能夠幫助他們的真的是很少 因為那個球還是在自己身上 那其實太陽聖德老師在很多次的共修裡面啊 一直都在講我們要如法實修 那如什麼法 如老師跟我們講的一些他書裡面講的法 很重要就是要看弟子規 那弟子規裡面呢 要看誰的弟子規 弟子規很多人在講 就是看蔡里旭老師的弟子規 我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以前 弟子規嘛 要YouTube裡面很多很多版本 就是 就是很多書籍都有 都有印一些那個 抱歉抱歉 容我喝一口水 不好意思喔 我緊張起來就很容易可以這樣子 就是那個弟子規裡面 為什麼老師一直推崇那個蔡里旭老師 其實我以前也為了方便 我自己去買那種包包的 而且我還去那個 那個靜空老師傅的那個 什麼中華民國什麼佛陀文教基金會 去拿一本 他印著包包的 然後裡面的那個註解也寫得非常詳細 我把它放在車上 有時候那時候通勤上班的時候 可以放在包包裡面拿來看 但是我發現老師一直在跟我們講說 要看蔡里旭老師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我看弟子規 你們大家去看 弟子規你就這樣從 他的那個第一句看到最後 他其實你這樣看裡面 你一波一波出 裡面有講我們今天這張的 這個夫妻之道的問題 然後我後來想說 我以前這樣看奇怪為什麼 老師說很多人生的功課會在 弟子規裡面會 會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可以在你人生很多 漏德的地方 可以止漏 然後可以補你那個德 德性漏掉的地方 我在就是 這樣一直看弟子規看了幾輪之後 其實夫妻之道在那個 蔡里旭老師的第九集 第九集裡面我今天要 要分享我特地在把它再看一次 因為我怕我講錯 其實那個蔡里旭老師第九集裡面 他講的很多很多都是我們夫妻相處之道 你如果只有看那個弟子規 他的這樣子平牌指數的那種 三個字三個字的內容 你是看不出來 大概知道是我們生活的行住坐卧的一些 就是自己生活言行的一個修改 可是你看那個蔡里旭老師的第九集的弟子規 他就講了很多 他說人跟人的相處 特別是像夫妻 你要讓他相處得很融洽 其實他裡面有提到四色法 四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布施 布施就像夫妻裡面 有時候先生有時候要體恤太太 或是太太體恤先生一下 有時候在他的生日啊 或是說送個小禮物 或是說給他讚美一下 言語的布施跟財布施 這其實都是一種布施 或是說先生覺得太太啊 這個月啊都很辛苦 超值家務 今天突然間想說 今天太太生日 然後請她去上個館子 吃個飯 太太今晚上就不要煮了 這也是一種在生活境上面的一種布施 那第二個是愛語 他有講四個方法 第二個是愛語 愛語呢 愛就是我們講愛語感恩的愛 語就是語言 愛語就是多給對方肯定 多給對方一些安慰的言語 因為有時候一些愛語啊 像愛語 不見得就是說一直說好聽的話 我愛你什麼什麼 當然我愛你這個是 有時候要常常去做練習 可是有時候對方如果做不太OK 不太正確的時候 你也是要做給他一種規勸 規勸也是一種愛語的一種 因為在面對一種過失的時候 面對一些過失 我們要給對方一些規勸 所以地止規教導很多夫妻的一些解決問題都是 那個也是像老師上說的說 密碼其實都在裡面 地止規裡面有說嘛 說善相勸得皆見 然後見仁善及思啟 然後恩欲報怨欲望 就是看到對方優點 我們征戰他 他也會很喜悅 那你看到他的缺點啊 或什麼 有時候先往心裡面放 用另外一種角度 去慢慢的去跟他做引導 或是跟他揮勸 牙齒跟舌頭 這麼緊密的關係都會咬到 更何況是夫妻呢 所以那個蔡里旭老師啊 他裡面其實他用了很多 很幽默的生活方式 一些舉例 都可以讓我們這樣看 比我們看這樣實際的地止規 還會來的就是更 就是看起來會 我們會更容易 能有一些體悟 那第三個他說力行 有力的力 行為的行力行 他說因為我們人啊 常常有時候會望東望西 所以我們呢常常 可以幫助對方或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去記住一些重要的事情 然後提醒他 讓他覺得說 哇你都有為他設身處地的著想 然後讓他能夠記住 不會讓他再多花很多時間 或是金錢 這就是力行 就是說你時時能夠對方著想 然後有一顆體貼的心 在那個德香女人花裡面 老師也有對這個章節 特別特別有著墨寫道 然後再來第四個方法是 同事 相同的同事情的事 欸同事 不是說你是跟我是公司啦 或工作上的partner那種同事 其實他的同事的意思是說 夫妻共同 有一種共同的事業 這個事業是什麼 是家業 家業 就是把家庭經營好 把下一代教育好 然後呢夫妻要能夠呢 為就孩子的教育能夠多多溝通 就是家業的部分 所以蔡宇旭老師有特別提到這四個 四個方法 那我們 不好意思 所以那個蔡宇旭老師啊 就是有提到這幾個方法 然後那個 我覺得41集的地址規裡面 除了這一集他著墨比較多 其實每一集都有 都有提到很多 我們在人生的功課上面 特別要修改的地方 然後慢慢的 老師常常講GPS嘛 那GPS就像導航一樣 我們的航道如果偏了 一定要趕快把它導到正確的航道 那怎麼樣導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有 因為這個世間就是一個能量場的問題 有時候負能量在拉 然後在拉你 可是怎麼辦呢 所以步驟一二三的落實 是很重要的 然後特別在那個 超級因果密碼在本書裡面 因為 剛剛我先生有分享的 就是說 為什麼這一世我們會變成家人 夫妻父母子女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其實都是由他的一個因緣所在 然後在超級因果密碼的 第七十三頁 他特別有講 我這邊就是唸出來 有一段 他說如果有一些因果觀念的認知 你就會知道 誕生在哪一個家庭 遇到什麼樣的人 遭遇到什麼樣的記憶等等 他都是有因緣的 不會憑空而來 不要認為是被老天爺所懲罰 因為在我們的靈魂記憶體裡 已經清清楚楚的記載著一筆筆的資料 眼前所遇到的痛苦和問題 都是因為自己過去的因緣不圓滿 所導致其中也牽涉到了共業的問題 所以此刻的你還要生氣嗎 還要怨對嗎 放下吧 天地都是公平的 勇於面對現實 真心解決問題 讓今生得以圓滿 千萬不要再 千萬不要再將不圓滿的牽扯進來 那其實那個德香女人花裡面 老師有張姐特別有講到 因為我們女生 尤其是像當太太或當的媽媽 或當婆婆等等這樣的角色 有時候我們會犯了一些就是 我們很像關心對方 有時候常會碎碎唸叨叨 甚至有時候會指責或批評 所以裡面有特別講到 女人要修口德 這個口德非常非常重要 口德沒有修好 其實在漏德 漏德就算你做了再多的善事 做了再多的一些功德 那個德還是在漏 沒有辦法指漏 你會覺得說你的勁怎麼還是這樣子 我怎麼每天還是這麼辛苦 我每天還是這麼不開心不快樂 那個就是你一定要去找出原因 老師說有果退因 這個結果會這樣子 你要去想是什麼原因造就變這樣子的果 所以這一張裡面其實夫妻相處之道 其實其實也不會很難很簡單 其實我們用老師的方法 慢慢的把人生境一一的一些缺點慢慢的就是改進 我自己也是啦 因為其實我們兩夫妻 這個也不能說我們 我們現在還是那個啦 也是都很多要改進的地方 常常也是很多 有時候會有口角啊什麼 但是我們口角很快就過去了 不會再像以前那樣 為什麼因為 因為要吵架或是要發怒的時候 就會突然間想說 欸那個弟子歸喔 欸老師昨天共修說什麼 隨時那個GPS歪了 互相會把他拉過來 就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喔 那個發怒啦或抓狂啊 會突然間火山爆發 以前我們家的人只要聽到說我要火山爆發 他們大概知道因為 我就會非常非常的生氣 那現在就是要把那樣子的勁喔 要調整 所以我自己很感恩啊 很感恩說在這種中年的時候 還能夠遇到超級生命密碼 沒有讓我的生命 就是變成很不好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這樣子引導 有時候我們人生境 我根本不知道問題發生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以前有很多的業力的牽引 很多負能量 那負能量是以前我過去很多做不圓滿地方 那我我不知道說 要跟他們懺悔要修正自己的過失 那這樣慢慢慢慢的改改改 然後你慢慢的勁就會慢慢改變 而且人變得比較不會那麼會生氣 也比較不會鑽牛腳尖 那不會生氣不會鑽牛腳尖 家庭就會比較和樂 然後夫妻關係也會變比較好 那你工作也會順利 生活也會變得比較圓滿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好 好用心 所以說我們再給他們 這個夫妻再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好 這就是 我是覺得這就是人間先進 然後當然他因為這樣子的分享 然後這樣子導讀 然後我覺得他們更甜蜜更恩愛 然後因為超級生命密碼 所以當生氣的時候 可能就是馬上均勵的時就不會生氣 其實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互相學習 互相勉勵 然後互相往前走的一個動力 所以說真的很感恩他們這樣夫妻的一個視線 然後來分享 然後讓我們真的在我們平常的日常生活當中 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不管是什麼問題 其實還是一樣吃短球吃雞 看弟子歸 很多時候其實都是自己造成的那個因 然後我們要去做一個圓滿 那一樣是 他講的一切都是因緣 然後一個不能量的一個牽扯 因為過去的不圓滿 才會來找到你嘛 才會有這樣子的視線 所以說一切我們都是要 還是多在心法當中 多懺悔 然後步驟一二三 然後實修 像他們夫妻他們每天都有做心法 那他們兩之間的 我就覺得那個能量場是平衡的 所以說其實一有真職的時候 他其實就可以散開避開 然後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所以我們真的是以他們作為學習的榜樣 那我們現在 好那我們請瑞毅姐來念三段 大家好 從這個真實勢力我們可以看到 男女雙方生活在一起 除了物質層面以外 還需要精神層面的相互配合 進而使各自需求融洽抵搭在一起 並促使有互補的作用 這樣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才能長長久久 如果夫妻倆在精神層面上 已經處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哪怕是肉體上能有暫時性的交集 長遠來看還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完美的結果 綜觀這個結論 在我們現在社會多數的真實人生中 你不難發現有很多不論是實質的夫妻 或者是男女朋友 縱然在那一刻他們是走在一起 但往往貌合神靈 很難有心靈上的交集 如果一旦交集在已經低於一個平均 就是兩個人的關係亮起紅燈的時候 這時可以做補強 不論是自己還是求助於專業人員 真正的去探討問題的起源點 只有在真正的起源點上做修補 配合或者接受某方面的輔導 才能感受其中的問題 而讓它不再發生 那麼兩個人才有可能再次融洽的一起生活 不然就可能會繞著這個小小的問題點一直打轉 進而把這個問題的負能量場 擴散的越來越大 最後這個磁場震動了可貴的婚姻生活 嚴重的還會瓦解了兩人的婚姻 然而有很多人都沒有重視這方面的問題 哪怕是他們早已經知道另一半的關係 已經處在一個無法相互的交流 思想層面已經有嚴重的落差 矩性階段 雙方還是沒有實質底想找出改善方法 或侃侃而談底將兩人的問題找出來 或從各種書籍 道理中尋求寶貴的解藥來化解雙方的問題 所以在人為上 如果這些方法都沒有真正的落實 並且願意花時間去解決 這只奢望未來有某種的轉變 處於被動的狀態 那兩人的關係只會更加惡化 我知道有很多人有一種心中的苦 苦在於他單方面的想配合 想把問題解決 但是他的另一半就是有各種理由和原因 去阻礙他想解決兩人問題的動力 導致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麼第二個解決的方向 就是要靠著宇宙間自然的力量調動 把自己和另一半當時存在的問題慢慢緩解 進而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好 我感恩魏玉姐的導讀 我們請魏玉姐來分享 老師好 兩位主持人及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主持人真的是特地的安排我 都有輕症的加上我這個重症的 然後今天這個章節又 蠻切合我自己本身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在 就是在我自己就是說 看起來就是生活上就是那麼的單純 生活上只有兩個人的問題 沒有別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這個三十幾年的婚姻 一直就是沒辦法解決 就是說我總是覺得說我被我先生困住了 雖然是說我一直想要自由 我是覺得始終都是沒有給我一個自由感 但是接觸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我在想說我的人生我已經快要六 已經進入了六十歲 那時候還沒有六十歲 我想說我已經快要六十歲了 我要為我自己而活 那我想說我要怎麼來活 要為我自己爭取我的自由 那接觸了這個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我是很高興 因為這邊有讀書會 人家會講來說我要我的朋友來 他會認為我說 讀書會不就是要分享自己很不堪呢 他會覺得說 這樣一些心裡的秘密啊 或是家庭中的問題 都會讓別人知道 我是覺得說我是告訴他說 如果說把我們的例子是因為不好 然後再變成好 讓大家都覺得說 你聽到了這一個聽到了那一個 其實也不知道哪一個對你來講是有幫助的 那我就很樂意的來參加 那我也很高興 那在我加入超級生命密碼這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始終是覺得說 為什麼我走不出我自己的困境 那加上在做心法的時候 始終也是覺得有一搭沒一搭的 那我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 然後又看了很多人就是群組PO的那個分享 那我想說今天學到那個有改善 明天學到那個有改善 可是最終還是沒有達到 那今年老師的那個回來的活動就比較多 那場次比較多 那我想說我每次要參加一個活動 那活動之前我們都會做一些暖身的啊 就發修啊 或是做這個什麼分享活動 那我就會來 那我先生就說 不就是參加一場就好了 就是知道就好了 為什麼還有每次都要跟呢 我說 書哪有這樣子 都讀一遍就會了 我說有這樣子的嗎 都會一直去啊 大家才會進步啊 才會記得啊 然後我就說 嗯 才會有改變啊 你改變了什麼 我說有啊 我改變很大 我的改變就是堅持不變 那我一直覺得說我堅持認為說 這是正法 可是就是說負能量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們兩個 就像最近也看到說 有一個學員說 他先生是他今生最大的負能量 我也是常有這種感覺 那人要我先生講 你不要往臉上貼金 誰是誰的負能量還不知道 我說那沒關係 那我至少因為學了這個 就知道會轉念 結果想要去避開 那再有一次就是上次在六月份的時候 那一場我想要參加 可是那個負能量就是 真的是把你逼到牆角 你根本就是說想出來想想講 我想子涵應該很清楚 我有跟他聊過 連那個票都買好了 都訂好 前一天就會給你一個事情 你就是沒辦法 你就是要捨去 那我心裡一直覺得很痛 為什麼我想要的 就是這一生就是跟我先生結婚 常常是我想要的 為什麼就是沒辦法達成 就是說有一次就是說 在做心法中 我就跟太陽公公講 我說我到底是怎麼了 為什麼這個我想要的都沒辦法 我說你告訴我 其實就是有個聲音告訴我 他說 他說我要你的命 他說我不會讓你那麼好過日子 其實當這個聲音出來 其實我自己是嚇了一大跳 從那時候我就不敢再做心法 因為我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去面對 我自己或是將來那個後續會怎麼樣 但是過了一陣子 我發覺說還是要面對啊 不管怎麼樣 反正今天走到這裡了 還是勇敢的面對 然後再加上說 然後有做一些功德回向 其實才比較有勇氣 反正老師說的 有太陽老師可以靠 那在做這個心法之後 然後後來就斷斷續續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直 一直往這方面去探討 自己到底要怎麼走 那最近就是說在走的時候 自己其實也很惶恐 因為所有的成員中 只有自己一個是往這一方面走的 所以你跟你的朋友親戚也沒有外援 所以你也沒有出口 那怎麼辦 那只好就是說自己去看書 那看書其實也是會有瓶頸 就是你那個想法就是走不出來 那最近就是說 為了要配合這個十二月的 我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想說看能不能把我老公也找去 可是前幾天知道答案說他不會去 那我在這之前我也又很勇敢的 做心法的時候 其實在做心法 我都有開始學習把它觀想進去 然後觀想進去 覺得說好像有一點點的進步 然後在做心法的時候 這中間我也覺得說 跟太陽公公講說 我不行這樣子再等下去了 我要爭取我的自由 我說我要怎麼樣來做 讓先生給我一個自由 不要覺得像龍中一樣 那個門是沒有鎖的 可是你就是背不出去 所以後來也有個答案告訴我說 過一陣子你就知道了就會好了 好 到了今年的9月10號 剛好我生日我就滿60歲了 怎麼那麼突然的 整個境就完全改了 就變得說 真的是前後兩個極端 到時候先生的態度怎麼都不一樣 跟你講話的語氣也不一樣 以前你們大概無法想像 那個眼睛會殺人 眼睛會殺人 就是那個淚立度會把你逼到 你真的像我們不是說我很負面 實在有時候是逼到那個牆角是絕處了 絕處你是要往下跳嗎 其實自己又覺得沒有那個勇氣 所以人家講說 我們真的是打死不退的 所以還堅持 其實也很慶幸自己能夠這麼固執 所以今天還存留在這裡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到了9月份以後 我就突然間就覺得說 你的生活境怎麼一直都在變了 那個情景就完全跟不一樣 那他跟我講話的態度也完全不一樣 我心裡這幾天才在想 怎麼會這麼快 自己還不習慣 還在試了一禮拜 我跟我朋友講 我說突然間這樣子我還在試 我還在測試說會不會像以前那樣 三天兩天突然間就不一樣 就是會讓你先高興幾天 然後後幾天又把你深深的這樣試下去 你又那個傷痛就一直一直沉積在那裡 其實不是我們要累積那個 什麼腹向憂鬱或不是 是因為那個場景一直加深你 一直加深你 所以你那個記憶裡真的是跳脫不出來 那最近年真的是不一樣 那我像就是說 我就算平常在家裡 那個電話也是狂call 你會覺得說 你今天很空啊 突然間我要來做個心法 才在調息中電話就來了 我今天突然在幹什麼 電話就來了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負能量的干擾 就是沒讓 那你覺得你在人家就講 你在家裡不是很自由嗎 什麼事都沒有 我說是啊 可是很奇怪了 當我想要做某一件事 那個電話就響 所以我整天電話一定要帶在身邊 生怕露接了他的電話 所以最近就覺得 哇 韓太棒了 就電話一天才打一通 然後問你說你吃飯了沒 我就想吃啦 我就覺得說 那那天我就趕快說 那我說子涵告訴我 說有遊覽車喔 子涵有邀你去 你要不要去 他說謝謝他了 以後有機會他會參加 那在我自己是說用善巧的技法 就是為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我私家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在平常在看群組的那裡的時候 我說這個人好發心喔 他還捐遊覽車耶 讓我去讀書 去台北參加活動 哇 這個人怎麼又那麼好 其實就無意中就是告訴他說 這個人好發心 這個人怎麼樣 其實就是說 然後這幾天我就 我也想要去參加林口的 那個老師的演講 有人又有送票 你看又有遊覽車多好 來接送 就不會有這車子的 車程的問題 那他就好啊 就是說要去你先去啊 我就覺得說 整個禁這樣子在改 我就覺得說 自己還真的還不習慣 因為之間也如果才半個月而已 所以想說 哇 當你那個心 心跟天地接通的那個源頭之後 我會發覺說 我心中的那一道金光 始終都沒有變 沒有停 所以我一 不管是說 在高潮低潮 我的心念都沒有變 所以我這是我固執的地方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有看了德香女人花 其中沒有一樣我做得到 其實也是自己要檢討啦 就是說我們也很堅持在自己的 對的想法 雖然是說 對方有錯 我們也不能這樣 你就是堅持你錯 你錯 就是好像說 你就是要聽我的沒錯 就是我們應該是用另外方式的引導 所以說 那德香女人花 這裡面我沒有一樣我自己做得到 地質歸中的好像自己也做不到 那怎麼辦呢 就是說我質的部分我還沒有去掉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那我也是覺得說 如果說繼續這個方式 我想說我將為人不是夢 因為會更好 所以拉哩拉喳的跟大家分享 謝謝 真的分享得很棒 我們一路走來 我們都知道她的一個問題 就是她先生 其實瑞一姐她以前 她之前就在修行 一直在尋尋秘密 這個靈性 她一直想要提升 她一直想要往修行的這個道路走 所以當初我跟她連結的時候 她那時候是在修靈極限 但是因為後來靈極限對她好像不能改變什麼 所以她看到了這本書千年之約 然後接觸的超級生命密 她還是覺得她有 我還是覺得那個負能量她沒辦法去擺脫 所以一路上她都覺得說 她想要追求的為什麼都無解 那我記得好像去年還是前年 參加一個活動的時候 我跟瑞一姐坐一個遊覽車 然後我真的有感覺到她那個 她先生的負能量超重的 因為我那時候跟她坐 她就一直跟我聊她們之間的事情 其實她聊的時候我一直忍都很暈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啊 然後她就一直聊 因為她的一個其實她因為透過了超級生命密 她不斷的不斷的 她的靈魂一直療癒了 一次一次我們看到她的能量皆是往上往上 可能從負可能負兩千 現在可能雖然還是負的 但是至少她可能已經有慢慢的往上提升 所以我覺得說那時候跟她聊的時候 我都心裡就一直念的感恩詩句 想說這個這個這麼暈是怎麼辦 然後頭又很痛這樣子 可是後來我又跟她講 其實我跟她講什麼方法她都會去試 我就說你趕快回去就念自信歸命定禮太陽聖的老師 結果有一次我們那時候下了瀏覽車很晚了 我們不知道去參加共修還是參加什麼 我忘了 然後後來 對我不知道 然後後來就是她就說她先生真的奪命年晚空 說到底你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說那個負能量真的超重的 因為她剛才有講一個 在心法當中有個視線就是那一位 可能不知道哪一個朝代的 同志年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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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過去她們這個有一些不圓滿 然後所以她當初就不敢做心法了 因為她就會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聲音 說我要很嚴厲 對不對 所以說她就很害怕了 她就不敢做了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 她們干擾她們夫妻的一個 其實也算是一個工業 這可能那個過去是那個點的不圓滿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過去是跟人家有多大的音樂 所以我們講的工業 我們其實也講負能量 所以她這樣子一直視線這個聲音的時候 後來可能她一直做 她其實都在默默的付出 她一直在這個超學生的密碼 她有需要 她每天問我你缺什麼書 她就來注意 真的 所以我很感恩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需要一些發心的人 其實不要說別人發心 其實她就是那個發心的人 所以我覺得她慢慢做慢慢做的時候 就有個起色了 結果有一天她就說在心碼當中 這個聲音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女鬼還是什麼 不知道啦 反正同日年間的 她就說 我要走了 我要離開了 就說她夠了 就是可能她做的功德她夠了 因為這種也不敢多拿 她就走了 結果她就發現她走了之後 她先生的那個脾氣啊 然後一個鑽牛腳尖 一個完全的一個 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她才跟我講說 這個這個這件事情讓我很 也很驚喜 所以我覺得她這樣子 你看經過上次的分享 你看瑞一傑 她的能量一直提升一直提升 因為她願意分享 而且她說 紫涵她就私愛我說 紫涵那個 我要看重複的重播 因為上次她覺得她分享的不夠完美 她想要重看 然後去調整她整個一個 假話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她今天分享的超棒 然後分享的 讓我覺得說她真的成長很多 然後她也願意一直堅持 不要認為一點點的一個 其實我覺得要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不是無解 只是說那個解還沒解開 那你要等 你要做 做就對了 不要想太多 你都沒做你就要解開那個難題 很難 所以因為這個千年在 這個同志年間 不知道什麼 哪個年代的一個千年在 他就是需要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做一直做 然後慢慢去解 解套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來的新朋友 我們要有對超級生命醫 要有很大的信心 你就簡單相信這書中的方法 你去看完書 你就去做新法 然後內公外公 外公就是發書 有時間我們就去發書 我們不要覺得我們做多少 其實我們欠的太多 我做了只是那一點而已 沒有辦法說可以完全圓滿 但是你只要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其實他剛才講的 有真心 真心就可以解決你實質的問題 所以他剛才 他也覺得不可思議 他現身怎麼這麼好 一通現在只有一通電話打來而已 以前真的是動力連環空 那種其實對他來講 是一個心靈的恐懼 跟一個折磨 那個靈魂的恐懼那種 我覺得是反而是 讓我們覺得他是很苦的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 以前我也覺得 他什麼都不缺啊 為什麼他就是不快樂 他的面向就是說我很苦 之前我也覺得 他一直是屬於那種傳統女性 然後以前 以前這樣子的婚姻 走到現在60歲了 我想要追求我的東西 但是因為很多阻擾 那現在他能夠真的活出自己 然後找到自己的一個人生方向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很祝福瑞儀姐 他這樣子一步一步的希望學習 然後這樣子在這個經驗會 跟我們分享 然後共振 然後給大家一個力量 然後大家能夠一起透過這樣的學習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然後一起提升 好感恩瑞儀姐 好 那我們現在請 淑梅姐 我們得像女人花的代表 好 然後我們請他念兩段 好 好 感恩大家 我確信夫妻之間要有一個 如交世期的甜蜜生活 除了相互之間的物質 肉體滿足之外 雙方的精神層面 也必須達到心心相應的狀態 才能讓生活永遠有聊不完的話題 並且一直欣賞著對方的優點 不過夫妻有時也會對家庭的經濟 或者是孩子的教育看法一見不合 從中阻礙了雙方精神層面的相互交流 久而久之 兩個人在精神方面產生了陌生感 隔閡就會越來越大 當隔閡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哪怕兩個人是明胡其實的夫妻 但在各自的內心深處 也會覺得另一半和自己是那麼的陌生 如果你在婚姻的關係裡 遇到了各種不同的問題 不論你經過了多大的掙扎與努力 卻沒有在自己的婚姻關係中看到一點起色 這時如果單靠你個人的力量 勢必已經不足了 所以你可以試著調動宇宙間的力量 去幫助自己獲得幸福美滿婚姻的願望 這份期待已經不再是個夢想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念成是從中的受益者 當我們要真正的重視並且解決婚姻的問題時 那份恆心是決定自己可不可以 戰勝當時情況的一大阻力 這份力量來自於你一開始的那份熱忱 以及從現在開始 我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中間所起的結果變化 給自己產生的信心 來推動原來的那份熱忱 變成一份持久不平的恆心 毅力 這樣情緒漸進的 就比較容易在你徹底解決問題之前 永遠都有一份力量去堅持自己的理想 其中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我們前面所講的生命密碼之一 感恩 我們要在心裡不斷的感謝我們的另一半 哪怕是那麼一絲絲一丁點的理由 你都要掛在心裡不斷的感謝他 或者也許你已經沒有辦法 在他身上找到任何的長處 那就假設你的另一半 擁有你所希望的條件與優點 想像他是你夢中的伴侶 並對他做深度的感謝 在你感謝的同時 你心中所想的整個感謝過程裡 是你開始實行這個動作的第一天 這份磁場就已經展現出來了 隨著你每一天 時時刻刻的將這份感謝掛在嘴邊 這種好的磁場和善性的能量 能量源就會不斷的擴大 當它擴大到一定的程度時 就會開始影響你身邊很多事情 帶往好的方向發展 無論有什麼樣的學習變化 你都要再接再厲 持之以恆的感謝對方的一切 除了你要有這樣的感恩的話語和動作 你所說出來的這些感謝話語 是對自己而言 必須是誠懇的 誠懇即真心的表態 所以在這裡可能自己會有一些心理障礙 試著衝破這些障礙點 最好的方式就是情意練習 當你練習到一定的火候池 這個障礙點就會消失 在屏障點消失之後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對方會 真有某種不同的改變了 好 凡恩 還有秀梅姐的導讀 我們請秀梅姐來分享 老師好 兩位主持人好 超馬家人好 好 子涵真會分配 我這個段落我根本都沒看內容 我就寫誰誰誰誰 然後剛好對應的段落都是他們 很貼切的段落 天地的安排 其實他們像瑞毅講的問題 我都是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我倒是挺羨慕建國跟慧娟他們兩夫妻 一起去參加共修 這是人間美好的事情 那我先生沒有跟我共修 可是他給我的寬廣度很廣 他對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支持 也很認同 然後空間也很大 給我的那個range也很大 然後因為這邊有講說夫妻之間 像我們一般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最開始就是夫妻之間的物質生活 或者是肉體的滿足 或者是精神方面就是信心相遇 你愛我我愛你的這樣講 然後隨著這個時間的慢慢的進展 來到了有第三者的出現 就是小孩子 那我們就談到經濟的問題跟教育的問題 那我們兩個是在沒有第三者之前都沒有問題 然後在有小孩子出現之後 然後隨著孩子的出現長大 然後我先生的工作量也越來越大 因為他就工作量大 然後所有的家事管理 還有管理育小孩的方面 都是由我在負責 然後他每次都是 小孩難免有判密期 尤其是我老二給我功課比較多 然後他每次都說 我管理一個公司都很有辦法 我下面管的人都可以去當董事長 當什麼 為什麼我家的小孩你都管了 管的都管不好 然後都不聽我的話 然後我們的隔閡 我們這邊有講隔閡 我們就慢慢就從這個小孩的教育就開始了 然後其實我小孩並不壞 只是說我之前我也曾經為了教養小孩這方面 我有懺悔過 就是說我用我的方式來教養小孩 尤其今天我們在上的這個 我們都加入超馬以後 尤其導師要我們用弟子規的那個 行為規範來那個 我才說我以前教的都是錯的 可是我小孩並沒有變壞 很感恩 然後我就在每一次的心法中都對他們懺悔 我很殘忍以前我用那種掌控式的管理 然後聽我的沒錯這樣子 然後小孩的叛逆就是 哇我們以前可以大打出手的 然後可以他 我們家的男生都是不開心都出去了 就我們然後留家給我 我都是牽手在家裡的那個人 因為那時候有宿舍 然後小孩 我在科學園區的宿舍 然後小孩住校 然後他們三個人一言不合 然後通通就 你要受散 那就剩我一個人在家裡 苦等他們回來 然後 不過還是很感恩我的先生 我們家是任何事情 雖然他是對我管教小孩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可是在每一個重大的過程 我說我們家從小還從小大大 然後每一個過程 我們兩個都是親力親為 都是參與到 任何的大小考家庭 家長會或者是什麼的 我們兩個是車夫間什麼的 什麼都做了 能做的都盡量都做到了 然後現在我的媳婦都說 做你的小孩真幸福 我說做我媳婦也不錯 因為我兩個媳婦都還蠻好的 然後就是 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我老二給我們一個考試就是說 我讀高中 是為了你們面子的問題 是不是 他這樣考 我就說 對 是為了我們的面子問題 所以拜託你考好一點 然後他就說 好給你們點面子 他也會考 然後大學的時候 他本來想說去表演 表演課程的 後來他又想說 哎呀爸爸也既然在這新竹 這個園區上班 那就從善如流就選了一個 不是他挺喜歡的科系讀 然後讀到大三的時候 他突然間說 我可能會轉系或者是修學 哇我那時候心裡 那時候又沒抄馬 又不能做抄法 那個心法 然後就 我那時候只有到處求神拜佛 唯一的就是這樣 然後 在求神拜佛這個中間 有很多的迷思啊 然後因為 相信要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我先生說我瘋了 他說 他說我們家地氣不好 我說我要把我們家地板掀掉 我說你們聽了是不是瘋了 真的是 那時候可是 那時候在那個當下 你不會覺得 你這些行為是不可理喻的 你會覺得理所當然 因為你就是想把小孩關好這樣子 那孩子的關過了 然後我先生覺得說 我兒子就說 爸爸我大學畢業了 你可以退休了 其實小孩長大的開始 才是花錢的開始 然後我們從來也沒想到 然後我就說 好吧 你就退休啊 OK 退休 錢就被我花光了 這樣子 所以我就面臨到經濟的問題了 他全被我花光怎麼辦 我們兩個就 那時候也是很 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就說 那我們有一個度假屋可以賣 我們有一個透天可以賣 如果這些都賣完了 那我們就從我們現在住的大樓賣 加加減減好像這輩子還過得完 這樣子 這樣子 真的是 就在我們左頭無路的那個當下 就不錯 我老公又接到一個工作 這樣子 然後後來因為接到這個工作 我就加入超級生命密碼 從去年開始就加入這個 就上第一堂課原來賦游很簡單 然後就 其實賦游並不是代表財富的賦游 而是說我心境上 我就慢慢的改變 然後我就從中就是謝謝他 他這麼支持我 像說剛剛講的四個布施 都是我先生在做對我的事 然後我先生以前都說我管小孩 他說你有沒有講過 小孩要像那個雨治水 不要像那個滾治水 然後我就聽不懂 他說你再想想看 我通了 他說因為雨治水是用疏通 滾治水我們是防堵 他說你防堵的話 哪一天吐司流來了 那這個洞是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我先生非常的有智慧 然後他還有講到就是說 要我學日本的一個廟 有一個三隻猴子 他說你如果對你的小孩 如果可以做到那三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成功了 第一個就是 不要把眼睛蒙起來 什麼都看不到 第二個就是把耳朵蒙起來 你什麼都聽不到 第三個是把你的嘴捂起來 你什麼都不要說 那我們家就不會有紛爭了 原來我們家紛爭都是我引起的 然後所以我在加入超馬以後 就天天懺悔 對他們三位懺悔 對他們的一些不公道 不仁慈或者是亂花錢 我先生真的對我很好 我們去探了一塊地 然後我以為他喜歡 他以為我喜歡 那莫名其妙我們就買了地 他就這樣 所以我只能說我 我這輩子真的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關係 因為我在我的人生裡面 我碰到很多的關卡 像我被土石流 我也沒被婆埋過 然後我家裡發生氣爆 我是二級的燙傷 你們也看不出來我怎麼樣 然後我走路走路就在我先生面前消失 我就趴街了 然後我就像第三根肋骨裂傷 或者是牙齒跌的受損這樣 這個在我們現在講都是叫做負能量 對 可是我先生的包容力真的對我很大 他就是對我這麼好 然後他 因為他現在在他地做外勞 所以每天他都會跟我那個貼圖 每天都說我愛你怎麼樣 一天可以說上好幾回 所以我從來沒有去參加過竹北的精英會 就是因為晚上我們兩個都要視訊 所以我不忍心讓他一個孤老頭 就是上班了一天了 然後就是沒有人陪他聊天 因為他所有的行住坐臥都要跟我講一遍這樣子 然後當然因為我對他也很好 雖然他給我很大的空間 可是他要算被動我會幫他推拿 或怎麼樣 我們家所有的那個三位男生哪裡不舒服 回去找我這個老女人就對了 我都有辦法把他們治好這樣子 然後吃飯什麼的 該煮的我都沒有掃過 該溫柔的我還是有溫柔 然後該怎麼樣 我覺得《德香女人化》那本書 我看完的時候 我每一項都有 感覺都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都有一點點 這樣子 那就是總而言之 就是很感恩這個 我們這個新竹的精英會 然後我從去年3月12號看到建國 我跟那個慧娟他們的悲獎 你就說要當他的悲書包的那個書頭 對 我每次就會跟我先生介紹這個抄馬 很奇怪喔 我上網路修 網路共修如果上完 我還沒講今天老師上的課程 我覺得他很有慧根 他可能前輩子也有修 他就都懂得比我還多 我在講怎麼樣他都懂得比我多 然後我就會開始慢慢介紹子函 然後艾慈啊小天使啊什麼 就開始介紹我們 因為我有放影片給他看 開始介紹我們 我希望曹有一天能像你們夫妻這樣看齊 還有像李大哥他們夫妻看齊這樣子 呼唱呼水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很幸福 就是道士甘蔗 所以他就是觀觀滿過觀觀過 這就是一個人的一生 他就是這樣子從高從低 就是這樣慢慢慢慢慢慢這樣子 累積到現在的智慧 我就覺得他的先生真的是很有智慧 很大的包容 就跟建國大哥一樣 但是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可以叫到這麼好的先生 首先還是要自己要有累積很好的德資量 自己先把自己的德先補起來 德怎麼補起來 一樣就是照老師出動的方法 這都我不再一一贅述了 那我們現在再進入我們 地下面的導讀 因為一時請那個巧妍 巧妍姐想要請她分享 因為今天李大哥跟美來 反正是安排李大哥跟美妮姐的 那因為後來巧妍她有一些 不錯的一個過去的分享經驗 跟她先生的我也覺得不錯 所以臨時請她來分享 兼導讀十三跟十四這兩段 然後請她做一個簡短的分享 敲增特意 Section 我針對她的一大 karış部分 所以她看自己進去 裡面先生制定的檔案 需要進來的 大家好 老师好 也就是说感谢的越多 越能够让你尽情地掌握你和对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但是千万要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你和对方之间的关系 有些许改善的时候 要持续地拿出当初那份热恋时的心态和诚意 去制造两者之间相互交流的一份甜蜜度 因为当你秉持着这份企图心 就好像心造出假山假水 让你能够更容易地和对方产生一个很好的互动 当你看到假山假水满心翻席时 两个人就很有可能相跌出去看真山真水的 而这里的山以水只是一个比喻 也就是说以一个稀范的情境阶段 借着他频率的扩增 去邀请更多好事情的发生 我们时时要知道自己努力的目标 勤劳地去掌握每一个创造幸福家庭的机会 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很多家庭里面的小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而且会解决的那么自然 你很难用科学去解释 但事实上 却是真正的帮你解决掉 原来觉得非常棘手的问题 再来需要做的是 向对方表达你的爱意 这份爱意 除了你在生活中可以表现出来以外 在你的内心深处 要不时地向对方送达这份爱意 并向对方表达出你内心深处的那份自成爱意之情 当你表达一次两次后 哪怕是自己的心中默念 默想时间久了 这份能量场也会实实在在地 帮助你的分音生活 这份爱就好像是一种无形的特效 认滑剂 只要这样的磁场 能够在你们的关系中创造出来 其中的力量影响 足足可以让对方感受得到 那么这份爱流落出来 在对方感受到的那一刹那去 哪怕过去有多大的问题和难题 都会因为这份爱的能量场 认滑的原来 让自己觉得痛苦 怀恼不安的分音生活 好感恩巧妍的导读 好我们请巧妍姐来分享 今天她有跟我分享过 临时有这个灵感 请她分享 刚好刚好我再找时间要看这一篇 因为在前不久 老师好 大家好 因为前不久 我们有去那个 去跟一个老者 做九年的一个演员 然后她刚好在说玫瑰心法这一篇 我刚刚有大爷跟她看一下 我想说回来我就要看一下 因为那时候她就一直批评玫瑰心法这一篇 那差不多我只有看过一次 可是我记得那里面不是什么影啊 什么学影那一方面 她怎么可以把它批评成一文不值 然后她就一直说太阳盛德 我就后面接导师 她就说太阳盛德 我就接导师 我是默默的接 那就不说她 好 那上次可能大家有听过 分享我夫妻的生活状况 对 我是因为没受支援父母之病而结婚的 那刚结婚的那半年我是都在喝酒 我就可以一天喝那个 一个晚上喝一瓶那个丧丧酒 不然就丧丧酒 我是个很不会喝酒的人 然后我可以醉到那个 反正就半年都在醉生梦死中 后来我想说不行 我这样子不行 后来我去寻找我那个精神的依规 后来我就跳啊跳啊就跳到火架 然后我就把它跑进去了 就出不来了 后来就碰到结婚一人后就碰到 我本来是决定要离分的 结婚一年要离分的 结果我爸就刚好在一年的时候 就突然往生 然后我就觉得人生虎无常 我那时候就想说好 那我就这样子过一生吧 就这样子 所以我结婚了22年啊 我一直在说22年的事 我结婚了22年 22年有几天啊 可是我们真正讲话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是加加减减休息起来 差不多一个月而已 我们曾经可以好几个月不讲话 然后回南部可以整路上都不收话的 然后我出门我是不想回家的 就是在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老公起到我真的是很可怜 然后我嫁给他我也很可怜 我们真的是互相很可怜 可是呢 后来我进了药师法门 在一个因缘下我就进了药师法门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 我们好像半年没有冷战了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冷战中 而且在冷战中更生气了 所以你也一定知道 你在冷战中的时候 那男生很奇怪 他的脚还是可以跨过来 对不对 那种厌恨感在心里就伸直 就真的是那个厌恨感更生 更激烈 所以我其实在犯厌当中 我都是在厌恨当中 我真的是很厌恨 但是就是有一个佛教的力量 压着我去看破 可是那只是一个压制 后来就在进来药师法门以后 我们就半年没有冷战 可是那半年以后 当我发现的时候 他又起起伏伏了 就一直这样子过了 过了好像八年 对八年 然后我就进来抄马 我就 因为那时候我碰到一些 那个转折点 后来就进来抄马 我就傻傻的做 当然我做了三天的心法 而且那时候我不知道说 脚可以 不能盘 我还盘着做心法 可是三天的心法 就让我 让我突破那个关卡 后来就每天做 我在佛教 佛教有一个名词叫结界 我二十年 我不曾结界过一次成功 这次心法我已经做了两百多天了 很不容易 好 当然我是臣服老师的关系 后来 后来就 就这样子 就 每天很努力做心法 然后夫妻的 的关系也慢慢改善 到后来我看了 老师的那个德昌理人发行的时候 我就把他拿起来看 哦 我真的看不下去 真的没办法 跟各位一样 我没办法 我想说 我那时候佛教的导师 导师啊 你怎么写出这种书啊 叫我怎么做 可是我很忍耐的把他看完 可是很奇怪 他真的有隐形密码 我没有刻意去 去改善我的家庭生活 跟我夫妻的关系 都没有 可是我看完了 那个德昌理人发 你们相信吗 他发行几个月了 我除了我老公回去南部 从老师发行德昌理人发 我看完以后 到我老公有一次 半年吗 四月初 哦 现在已经十月了 都快六个月 对我来说是天望夜谭 然后后来 我就看完 然后这中间我老 我老公回去南部工作了一个礼拜 然后回来的时候啊 他就 一早回来 他就坐着 然后就一直按遥控器 就说 你是看电视 这怎么按啊 我那时候就火大了 我就说 你是不能自己用哦 那时候 他就生气了 脸又很臭了 好久没看到错脸了 我想说 糟糕了 这次要多久 结果真的隔天他下班回来 就找我聊天了耶 所以其实我跟各位家人 报告一下 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制造 收夫妻 我也没有刻意去营造 我只有照那个 刚刚秀美分享的那一段 我是 那其实老师在说营造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叫营造 我只是突然有一个灵感 所以天地的爱真的一直都在 我只有有一个灵感 我应该去感恩我老公 他没工作 不然也有苦 他一直贪子嘛 我就一直去制造 然后在那个感恩心法中 我就把他带进来 我就感恩他辛苦的付出 我就假的会变真的 就像甲山甲手变真山甲水一样 真的 然后 后来 不知道怎么样 我就自然的 所以真的有引擎密码 他就会自然自然一直进来 然后你又自然自然 会对他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就很 所以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